尽管政府多次信心喊话 但是令吉走势还是相当疲软 政府如今登高一呼 希望各界发挥大马优先的精神 例如购买国货 在国内旅游等等 借此来提振令吉 财政部在国会透过书面 回答国盟主席丹斯里木尤丁 针对令吉币值不断下滑的提问时说 政府和国家银行正在采取多种手段 来稳定令吉的走势 除了呼吁全体国人在日常生活当中 秉持大马优先的态度 政府也将确保外币兑换活动正常 同时也鼓励出口领域以令吉来交易 降低对美元的依赖 此外政府也将和关联公司携手 将海外投资所得兑换成令吉 同时也会鼓励企业优先在国内投资 减少令吉的压力 除了宗主席与吉的压力 除了宗主席与吉的压力 和各国家银行穿 四十五十三年 除了宗主席与吉的压力 优先去人